前特首曾蔭權被控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 由四男四女組成的陪審團致退停商議近9小時 仍然無法以大比數得到有效裁決 法官陳慶偉昨天下午5時15分宣布解散陪審團 曾蔭權在大約5時半在高等法院 由太太爭爆肖薇陪同下走出來 申請表現哀傷 她又說多謝市民過去對她的關懷 我好多謝這幾年來 香港市民對我的關懷 大安程和訴訟令人連結 各位都明白我不能說多說話 我今天是想說 我們家人經過差不多5年多的磨折 這個生命膠水 那裏很累 多謝你們 我們現在是想說多謝 我們現在是想說多謝 陪審團早上大約11點已經向陳慶提出 未能夠達成大比數裁決 認為他們之間裁決有分歧 希望陳慶發官進一步指示 但當時陳慶說時間上早 仍然有時間可以繼續商討 到大約下午4點半 8人陪審團因為各人堅持己見 討論未能達成6比2或7比1的有效裁決 控遍雙方商討之後 同意解散陪審團 陳慶在下午5點15分 正式宣布解散陪審團 陳慶被控一項行政長官收受利益罪 控罪指他在2010年1月至6月 再為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主席 接受深圳東海花園住宅物業的裝修 傾向優待 紅塘廣播有限公司